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周上涨了1.92% 日经指数的涨幅更加惊人 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65% 在本周就上涨了6.67% 在周五的时候就大涨了416.06% 主要的原因就是日元正式破了美元1比100的大关 来到了1比101元 而新加坡的海峡指数在本周也创下了 208年1月4号以来的新高 指数是3443.77% 在本周也涨幅2.19% 这代表的是整个全球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所以有非常多的热钱都涌入了资产包括股票 所以这个时刻应该居然思维吗 我们来听一下有两个人的说法 有一个人我们可能没有引用 是Paul Krugman在礼拜六写在New Time上头的专栏 他的看法是其实现在美国的公司的获利 远比90年代末期 当时网络泡沫化的时候来的好很多 几乎是2.5倍 他的看法是整个美股包括尤其是债市 他觉得会持续下去 不会有泡沫化 至少一两年之内是不会的 而关于股市的部分呢 除了Paul Krugman说话之外 更有巴菲特股神 最近呢 他的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 这场股东大会好像朝圣大会一样 巴菲特说他根本不在乎现在美股的价格 是多少 下周的情形是什么 他继续看好美国的股票 相较于萧瑟冷冽 奄奄一喜的欧洲经济 美国进气似乎抢先一步 露出了春天的迹象 在房市出现回温 主要企业财报获利相继 由于预期之后 股市星期二全面上扬 表现亮丽 让投资人喜出望外 标普500指数冲破了1600点 创下历史新高 光是今年以来就上涨了14% 道琼工业指数从今年以来上涨了15% 7日收在15056.20点 同样写下历史新页 市场上将股市动能充沛 归功于美国联准会的量化宽松政策奏效 从去年12月以来 联准会已经向市场 溢注了2.5兆美元的银弹 用来火落市场 而且将通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尽管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 但周二出席伯克夏公司 年度股东大会的巴菲特 对美国经济前进表示乐观 股神巴菲特肯定伯南克的货币政策 但对于是否还要加重力道 执行更多财政刺激政策 却与代保留 这波股市荣景究竟是复苏的开始 还是昙花一现 众说纷纭 但股市活跃 让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 在上周的年度股东大会更加热闹 4万名投资人急着从大师口中 秀出下一波的投资风向 我并没有担心 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 在上周的年度股东大会更加热闹 4万名投资人急着从大师口中 秀出下一波的投资风向 我并没有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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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宽松政策让利率荡到谷底 巴菲特的2013投资较赞首则 是让资金从已经没有赚投的债市转进股市 由于目前的股价相对合理 因此手中除了建议持有流动现金 另外还可买进具成长潜力的股票 而且长期持有 例如可口可乐 富国银行 IBM这类经营稳健的公司 都是股神的首选 而大幅波动的高科技类股 则通常不会出现在建议名单当中 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分析家认为 美国经济的确出现好转 尤其是最近公布的个人信用卡债务 达到了十年以来的低点 泡沫一律已除 但若要真正踏上稳定复苏之路 尊杰绝不是要方 增加公共支出才是上策 欧盟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氛 全世界的经济局势看来将持续以欧洲的衰退 美国的缓慢复苏和亚洲的持续前进 三种速度并行成长